中文字幕 李宗盛 有 我們其實錄過很多 我想給你講他怎麼出道的好不好 可以啊 好啊 那跟一般了解不太一樣 好 謝謝麥亞哥 那講一下你們兩個怎麼 其實跟羅美媒其實 從2008年我上電視 我們錄過很多綜藝節目 包括那個新聞娛樂通 我們有好幾個月是固定的班底 那其實我前段時間 還在東區的一家影城 看到羅美媒那天我在工作 所以沒有打招呼 他在看電影很開心 一個人拿爆米花 一邊笑一邊走進影城 我當時還想說好久沒看到羅美媒了 那他還這麼快樂很替他高興這樣子 那其實講到羅美媒的出道 因為他早期他的家境非常富裕 他在念書的時候呢 他們家管教非常嚴的 因為羅美媒是出生書鄉世家 所以他其實早年的時候 他出來跳舞 晚上如果去跳舞的話 那時候不叫夜店 到disco什麼跳舞 媽媽都會罵他 那父親他們 那時候絕對不可能走進演藝圈的 所以羅美媒他一出來 第一個工作是在一家 成衣公司的這個外銷成衣公司 當秘書 那因為這個工作的關係 他被沈曼光 那時候秀 怎麼講 摩特爾的大姐大 沈曼光發現 就發覺他可以走秀 很漂亮 因為他腿非常長 非常漂亮 然後呢就走秀 那時候因為華視跟中視 都有那個摩特爾的秀場 摩特爾走秀的節目 那羅美媒就上那個節目 上那個節目呢 就被電台發掘 發掘以後呢 就開始慢慢演戲 客串演戲 但是羅碧琳當時 羅美媒當時 非常沒有事業企圖心 因為她的家裡 是一開始是反對的 她哥哥是博士 哥哥說哇 你要走演藝圈 你不要來見我 因為那個年代其實 對演藝圈的觀念 跟現在完全不一樣 那所以說羅美媒一開始 她其實不是很有 心在演藝圈發展 就是朋友找她出來走秀 然後拍廣告 她拍了很多廣告 很漂亮 那她就這樣玩票性質 那一直到她後來開始也作秀 她真正開始有事業企圖心 那是因為她談了一段戀愛 因為那個時候 她其實在出道大概四年 才開始慢慢走紅 她前面有一段感情 對她傷害蠻大的 然後呢她就決定去作秀 她因為想要去作秀 去忘掉這段感情 那那個時候就剛好 是被中式的黃金拍檔 黃金拍檔張飛 然後這個倪秉然大哥 他們發現 他們當時節目裡面 都是男生 陽氣很重 沒有女生 沒有花 紅花 結果有一天 就臨時發羅美媒通告 三點半錄影 兩點半打到她家裡面 叫她臨時來上節目 那羅美媒當時剛好在家 就去上節目 沒有想到一上 就效果非常好 因為這個黃金五寶五個大哥 覺得這個女生很敢玩 因為羅美媒當時 因為她沒有什麼企圖心 她沒有企圖心不大 她就是反正放開了 跟平常一樣在玩鬧 玩鬧一樣 就沒有這個風格 就被黃金拍檔很喜歡 就開始 就經常發通告 發完通告以後 就製作單位 那時候余凱爾製作人 他們就開會研究說 那把這個女生固定下來 把它培養成 當時因為八九零年代 七八零年代 好萊塢有個很紅的名字 叫哥蒂函 撒大姐的形象 就想又漂亮 又會演喜劇 想把羅美媒送到成哥蒂函 可是後來結果 一進來演短劇 發覺她不是那麼高 走那麼 就是短劇就開始 就耍那些好玩的東西了 就沒想到羅美媒 什麼都敢演 半醜啊什麼 她都敢 結果後來就變成 不是歌地韓那樣的路線了 就不是撒大姐了 就是更廣泛的一個路線 所以後來從此以後 就黃金拍檔就一炮而紅 她就變成固定的一個紅花 人家說綠葉 她不是綠葉 她是紅花 因為她是唯一的一個女生 當時她在黃金拍檔裡面 就跟這些大哥處 她因為做黃金拍檔 她就推掉了秀場 推掉了秀場 她就損失了很多錢 但她當時認為說 應該好像為自己的事業 開始要去努力一下 就開始跟中視 劇長走黃金拍檔 然後當時中視 一開始其實老三台 有默契要簽約 本來她還不願意簽 後來結果她覺得 中視她去了很多台 她覺得中視 把她拍得最美 然後她就跟中視簽了約 簽了約以後 後來才跟余峰 他們變得好朋友 因為大家都中視 中視同事這樣子 那麥奈哥有沒有 有沒有跟羅姐姐 就是跟我們比較 印象深刻的相處 對 貼心的小事情 她其實很健康的 因為我們在錄 新聞娛樂通的時候 大概有半年時間 每天是固定進棚錄影 那羅文美她吃東西很 因為我知道她的健康問題 只有痛風 她因為痛風 她很多海鮮 那個之類的東西 她不太能吃 但是她其他地方 我們每次看她都在啃那個 紅蘿蔔棒 黃瓜棒 芹菜棒 她吃東西吃得非常健康 然後也很注意身體的保養 然後每次跟大家聊健康 都會告訴大家 你要注意什麽什麽的 所以至少看不出來 她健康方面應該是很不錯 身材一直描 維持很好 我記得印象很深刻 就是有一次吧 我們早期錄那個 謝政武 謝律師跟吳淡如的節目 那個時候很流行 就是早期第一個 所謂的那好多年前了 就碎紙條 影印機碎紙條 當時大家就影射 講一些娛樂圈的這些 這些不為人知的事情 那當時在 因為當時這個節目剛開始有 然後就是當時就很轟動 很多人看 那當時羅文美就告訴 在節目裡面 就告訴了我一個秘密 她就在我的耳邊跟我講 她說她告訴我呢 是因為她覺得 我不會講出去 她就告訴了我 那我當時我記得 我一聽完之後 我就對著鏡頭說 哇那這是個宇宙的大秘密 那這個東西 後來我到現在也沒有講 因為這是娛樂圈的一些 一些新陳往事 那羅文美她很相信我 因為其實羅文美知道 很多娛樂圈的事情 因為她在秀場 但她其實很多事情 她沒有講出來 她都是不會講 因為這是個人的這些 這些私生活領域 其實藝人是有分寸的 那羅文美她本身也不講 很多很多的這些 那些所謂的八卦秘密 就是隨著羅文美 現在就會 就是她自己一個人 就煙消雲散了 那你們說好像 自己 好 好 你說好像自從 兩年前摔斷腿的時候 比較少出來 在萬日上幾日之類的 然後 就不太能喝酒 你會見孔子也走下去 走下去 這樣子 對 因為我們好久沒有聯絡了 但是以我前段時間 看她在東區看電影的那個 神采的樣子 因為這是疫情嘛 戴口罩 但我認出來她是羅美媚 因為她眼睛我看得出來 那我也在工作 沒跟她打招呼 我也戴著口罩 但是我看她拿著爆米花 然後她一個人走進戲院 是很開心的 是神采飛揚的 所以看不出來 她有任何的異狀 我還覺得 羅美媚過得還不錯這樣子 大概差不多 一兩個月左右 沒有 我當時還想說 我當時還在納悶說 羅美媚應該 因為疫情 她到底在上海 還是在台灣 後來發覺她在台灣 那我就知道說 她好像過得還不錯 但是我不知道她近況怎麼樣 那剛剛有說 你知道她有痛風嗎 你們之前在錄影的時候 她身邊有帶了一些什麼藥 在吃嗎 或是吃一些健康的食品 沒有 我剛剛講就是天然的水果 她喜歡吃水果 每次錄影 她有一大盒 她買的水果盒 她都是用水果 然後剛剛講 芹菜 黃瓜 紅蘿蔔 就跟你去外面吃那個沙拉爸一樣 她自備 她都吃那個 她不太吃便當 她便當可能吃一些青菜啊 吃一點點 她便當都不吃完的 麥大哥想請教 就是她算是演藝圈很特別的 就是她堅持不昏不生 然後跟年輕人交往的這個部分 對 其實羅美媚的這個感情觀 她在那個時候 剛出道的時候 在黃金拍檔那個時候 她就感情觀就是說 她喜歡她自己愛 就是覺得她不要浪費青春 因為家裡管得很嚴 她就想要多玩一點 可是她事實上是談了幾次的戀愛 那這個戀愛對她影響非常大 包括她跟余峰曾經開過一個 海鮮的這個餐廳 當時也都是為了男朋友 應該是為男朋友開的 她很多段感情都因為男朋友而大失血 那不管她這個這個 所以這些東西對她打擊很大 到最後她認為 而且她演藝圈她看多了 在那個年代 其實演藝圈很多女明星 結了婚離婚 她其實看的也多 然後加上她自己的感情的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之路 有的時候有一點崎嶇 所以她後來索性就敞開心胸 結果她不結婚了 因為她其實她的兄弟姐 家裡的已經後代都有了 所以她並沒有這方面的這種壓力 然後她其實並沒有要 走入婚姻的這種想法 她 妳說妳說 好朋友余豐和死 是不是也影響到她很深 包括像感情 而且兩人當年的感情是不是 非常好 對 余豐是她在中世的一個最好的閨蜜 因為她們的背景很相仿 因為余豐是出生軍人子弟 那羅妹妹是蘇香世家 其實那個年代 其實她們兩個都是外型漂亮 然後中世又重用 那余豐當然主持節目 羅妹妹她就是做來賓啊 這樣子 但是羅妹妹她後來 主要的工作是秀場 她其實算是一個秀場公務員 秀場落寞之後 她接著是工地秀 工地秀又很長一段時間 所以她後來幾乎 以秀場跟工地秀為主 電視上呢 除了黃金拍檔的代表作之後呢 她其實大部分時間 電視上她沒有花太多的精神在 她沒有去想要企圖當主持人啊 或做這些 她主要是變成秀場公務員 她曾經講過 她一年360度都在做秀 因為她其實 但她的這個很大的 這些秀場的收入呢 有很多就是因為感情 而因為男友 而付諸東流這樣子 因為那個那個 她在東區或是大陸 是不是蠻多房產的 對 我不知道她的五棟房產 分布在什麼地方 因為她的巴德路 這地方住了蠻久的 我們都知道她住 這個巴德路 這個二十多坪的房子 她的布置很漂亮 那她上海的房子是有的 有一段時間她還跟我講說 你要不要來上海玩啊 上海她那時候好多年前 她當然也是跑夜店 後來少了 後來她就 夜店也去的少 那她對上海非常的了解 你說東區羅姐 其實她在上海其實也是非常的 有一段時間 上海其實也是蠻有名的 那時候大陸影視圈 還沒有這麼的夯的時候 很多人也認識羅佩穎 然後她在上海的 上海的娛樂圈的 演藝圈的朋友 也非常非常多 那您說她家是蠻好的 是在做什麼啊 怎麼會她家境這麼有 欸我其實我父 她的父親是 我忘了是 報管好 做報管好 對 反正就是書香釋迦啦 沒有細舊她的這個 爸爸媽媽的 媽媽就是管得很嚴 管得很嚴 是 那就像那個 您剛有提到 就是余峰的事情 是後來有影響到 我們那些 這個事情對她來講 因為余峰很早就 這個事情發生了很早的時間 那當然這個時間 在不同的時間 都被拿出來討論 或是這個談 那每一次談呢 羅美梅都為余峰這個好姐妹 非常不捨 她認為說 一個女生為了男生這樣子 為了男人 而這樣子喪命 是很不值得的 那你從羅美梅的言談中 就發覺她根本 因為好友 閨蜜余峰的事情 她對於感情 對於婚姻是更加不信賴的 而是更看破了這一層的關係 所以更篤定了她 要報單身主義的這個情形 我覺得這是她的閨蜜余峰的死 給她的很大的一個 一種看法 但是沒有想到她自己 現在那麼年輕 對不對 那大家都知道 羅美梅是演藝圈中 比較有名的包租婆嗎 她還是有靠這些房子 大概賺了多少 就是大家知道嗎 我不曉得 但是我剛講了 早年做秀 她如果不是因為投資 這些經商 或這些這些的話 那她的 如果她跟小哥 飛魚青一樣 365天 秀廠公務員 她的錢如果全部存下來的話 那她的資產 是不止於現在的 那她是因為中間很多的 金錢的流失 但她 對她來講 她的生活還是無欲的 尤其她一個人 她其實生活是很無欲的 但她過去夜生活 就是滿好夜店 然後可能到後晚 有被醫生宣告說 不能再繼續飲酒 然後就因此戒酒還滿痛苦 那醫生可以幫我們講一下 因為我 這段我就不太了解 因為本身我不去夜店 她每次跟我講夜店 她叫我去過上海的夜店 但是我沒有去 我去上海沒有找她 因為我對於夜生活沒有興趣 那但是她 後來她很聽一聲的話 她痛風 包括她痛風 包括她不能多喝酒 她後來少去夜店 這個是我知道的 因為我們錄影的時候 她就講了 我們問她說 羅妹妹 因為那時候她交了一個外國男朋友 所以她就很專心在那個戀愛當中 她就比較沒有什麼常去夜店 她有跟我們講 對 她是不是比較喜歡外國的男朋友 她早期的男朋友也不是外國人 也都是華人 你說她有睡眠的問題嗎 因為好像有發現安眠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演藝圈裡面 一個不能說通病 演藝圈裡面很多藝人 她的精神 她的睡眠品質很難去掌控 她因為要工作 因為要那個 她必須要借助 可能要借助安眠藥 這個在演藝圈 並不是一個很很很很罕見的事情 可能很多人都有服務 安眠藥的習慣 只是用藥 用藥的量 你是不是按照規則 是不是很安全的狀況之下 這就因人而異了 謝謝 謝謝